Hello大家好 我是Kendy 今天我要给家里安装一套监控摄像头 我会讲讲为什么选购这一套摄像头 每个位置不同安装方法 最后就是整个摄像头的使用效果 那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这次购买的是UFI这个品牌的摄像头 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肯定也发现 我之前就已经装过他们家的摄像头 那用了一段时间下来感觉效果还不错 所以这次我就买了更多不同类别的摄像头 那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买整套的摄像头了 其实我五年前就安装过第一套摄像头 那今天刚把它拆下来 这是之前老的套摄像头 所以今天安装新摄像头可以算是一种升级 那这里我先来说说为什么我需要升级 以及你现在选购摄像头的时候 可以注意哪些问题 那首先这种传统摄像头的摄像头 有几个问题 它第一点就是需要插电 一定要有电的地方你才能使用 它里面没有电池 虽然我这个摄像头已经算是无线摄像头了 你不需要连信号线直接连到主机 摄像头只需要电源 它靠无线的把信号传到主机上 主机里面有硬盘 但是这样无线的设计 就当年的技术来说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信号非常差 那我主机安放的位置是在房子最中间 房子周围每个摄像头 离主机的距离都不超过5米 但是信号都是断断续续的 而且我的房子也不是很大 更别说假设你的房子比较大 或者主机放的位置离某个摄像头特别远 那你几乎是肯定受不到信号的 那除开这些问题以外 它还需要单独再配一个显示器 这样你才可以操作整个设定什么的 整套东西还是非常占空间的 虽然它也有配套手机软件 你可以在手机上观看监控的内容 但是整个软件是非常老旧 非常卡的 经常断断续续 基本很难做连贯的操作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更新的一个原因 另外画质上的话 电子产品每年都在升级 五六年前的技术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 已经感觉不是太清晰了 不过说了这么多 不是说我以前这套摄像头不好 其实它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整套东西当时就花了我 100刀澳元左右 你现在去买 可能都不需要这么多钱 可能几十块就可以买了 所以几乎是不要花钱 你就可以装一套摄像头 如果你当一个备用的摄像头 让它一直开着 你也不太去看的话 这是个很好的系统 性价比特别高 但我这次升级的新的摄像头 已经是这几年的新技术了 它不需要显示器 因为手机软件已经非常成熟了 它也不需要安装硬盘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主机和摄像头里面 都是有电池的 也就是说 不光摄像头不需要连信号线 连电源线也是可以不需要连的 直接把这个装在墙上 就可以拍了 按照这个摄像头的说明书 它电池可以用365天 可以用整整一年再充 但是你也不能太相信它 不过我觉得 它宣称的内容减半 半年它总是还是可以撑住的 半年充一次的话 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主机里面有电池 有它的好处 或者有不法分子直接把你电缆给剪掉 把你电闸给关掉的时候 摄像头依然是工作的 还是会把他们这些东西给录下来 这样的话就非常实用 那可以看到 由于它不需要连电源 安装非常方便 而且不需要连显示器什么的 你只要找很小的地方藏这个主机 人家就盗取不了你的内容 所以从安装和使用来说 这种新款摄像头 都要比穿透的摄像头好用很多 我是在澳洲这边 UFI的官网上直接下单的 因为它官网上就有买翻新的 二手的摄像头 我买这套就是二手的不是全新的 那如果在私人手上买二手的 我也不是很放心 官网买的二手的 它保修什么都是全的 但是要比新的机器便宜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在官网买了 那我买的同时呢 还买了他家的室内摄像头 那室内摄像头就没有这么复杂 里面没有电池 而且也不防水 不过我放在室内 主要功能是可以拍猫 包括我在我停车的盆子下面装了 所有这些摄像头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没有任何人赞助我 你也不一定非得买这个牌子 现在各种牌子功能都差不多 基本都能达成不需要插电 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 等等这些基础的功能 我买这个牌子也是相对比价格 比功能算下来 它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才买了它 所以这边总体可以看到 我需要升级的原因也是非常显然的 新款的这些监控摄像头 都不需要插电源 断电了它也可以继续拍 画质也可能有些升级 以及使用操作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卡 更加好用 那当然最后一点 我需要装上才能测试 我们才能和之前传统的摄像头 做一个对比 那下面我就开始来安装 那这边我看到 它给摄像头各配了两种不同的支架 一种就是螺纹的 就是和照相机的三脚架一样 也可以拧在这后面 这里有螺纹 那另外一种快拆的 就是一个球 它应该是吸铁是吸上的 这样子你可以随时调整角度 你要充电了 可以快速拿下来 充完可以快速吸回去 那所有四个摄像头 它都配了这两种不同的支架 各四个 主机的话 这边有它的网线 另外还有它的电源线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根USB线 应该是用来充每个摄像头的 这个只有一根 那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在这边了 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少的 现在我先找个地方来放这个主机 那由于主机是需要连网线的 所以我就放在我的录游器边上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给它插上电源 再给它插上网线 这样整个主机就算连上了 那现在拿出我的手机 到UFIT摄像头的软件 在最下面添加 那这边我用的是homebase 我点击这个 它显示电源和路由器都插好 那我下一步 然后按一下顶上这个按钮 HOMEBASE IS READY FOR SETUP 下一步 HOMEBASE WAS ADDED SUCCESSFULLY OK 给它输一个名字 那这样就成功了 它会更新一下 那这边我让它更新 接着我继续添加摄像头 那这里说摄像头要跟HOMEBASE 距离一米以内 那现在摄像头就在我手上 我继续 按一下这个 OK 那这样就把摄像头给安装上了 我这边先随便选一下继续 这里有介绍它怎么充电 我都跳过 OK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摄像头已经有东西出来了 那歇着呢 所有这些摄像头都像这么 先连接一下 先全部和主机连接上 然后再去安装 那接下来我把所有摄像头都操作一遍 过程就和刚才一样 我就不展示了 那现在来固定摄像头 吸铁石的支架和这个螺丝的支架 我各装一个 对比一下看看效果哪个好 我依然是安装在之前旧摄像头的位置 这样的话拍摄效果 角度和之前可以有个更直观的对比 我先把这个底座上面的盖子给拧开 然后整个底座是有两颗螺丝固定的 我分别把这两颗螺丝拧紧 拧到我的屋檐下面 之后再把盖子给盖回去 把摄像头给悬上 把所有东西都拧紧 整个东西就固定好了 另一个吸铁石这款的呢 背后只有一个螺丝来固定这个 整个东西是卡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那我同样先拧上螺丝 然后整个铁的半圆球就可以卡在上面 卡紧 之后摄像头再直接吸到这个半圆球上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两种固定方式 老实说区别不是太大 上面都是万象节 可以调整方向 而且用吸铁石的 你也至少得上一个螺丝 你至少需要把底座固定到你的房子上 那这边呢有一个区别 螺丝的那个调节角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这个可以转到完全贴边 而这个吸铁石的呢 你只能转到一定角度 像这边已经转到最边上了 再转过去就转不过去了 所以它调节范围比较小 不过它有它的好处 因为你的摄像头需要充电吧 你至少每一年得拿下来充一次电 那你吸铁石的呢 就可以直接拔下来 充完电再直接吸回去就行了 那个拧螺丝的呢 其实也不是太复杂 因为你支架不用改变的话 你需要把摄像头给悬下来 充完电再悬回去就行了 可能需要多花几秒钟时间 但确实会比吸铁石的会慢一点 其他的话区别就不是太大了 另外两个摄像头我也装好了 装法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边我两个都是用螺丝的支架 那可以看到这边我都是插着电的 那是因为我这边也另外加了一个太阳能板 这个太阳能板加在这边 就可以随时补充摄像头里的电 那这边两个摄像头理论上来说 我就永远不用再充电了 而且我把摄像头也装在屋檐下面死角这边 它们永远都晒不到太阳 所以电池寿命应该也能比较长 那这个太阳能板也是我在UF官网 当时下单的时候一起买的 当时太阳能板也有活动也有折扣 我就买了一个 就想看看效果好不好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用再充电了 太阳能板接上以后 这边摄像头就显示正在充电 很显然我在安装摄像头之前没有把电充满 最好应该是把电充满再装 这样电池时间可以长一点 而且我这边把电源切换到太阳能的模式 这个软件里它都有 这样理论上来说对电池寿命更好 反正这只是个设定 有的话就勾上总比不勾好 那这样子我这边两个摄像头就固定好了 可以看到我这边附近是完全没有电插座的 完全没有 最近的在我车边上 那过去也得有将近10米的距离 所以在这边安装这种带电池的摄像头就方便很多 我以前那种老式的摄像头 我就没法装在这个位置 我只能安装到我的车棚下面有插座的地方 或者到那边我停车的地方 有插座的地方才行 像我这样子安装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也就是这种电池摄像头的一个优势 在这边就可以体现出来 那再回到先装的这两个这边 那这个摄像头的支架 我也换成这种螺丝的了 这样就非常紧 如果有鸟撞在上面 站在上面都没有关系 那现在装完以后 我来说说它的感想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升级 首先很显然 这边就不需要接电线了 这边就整洁很多 那之前的摄像头需要拉电线过来 拉到拖延板上 拖延板再直接到插座上 非常麻烦 其实现在我拖延板都可以拆了 我已经不需要了 那就算你想接线给它充电的话 其实它是用USB接线的 用USB的插头的 所以你拉根数据线USB线 拉到下面你放个充电宝 或者你弄个转换接头插到上面充 因为你充一会儿 充满了拔掉就行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年了 其实摄像头也不需要完全拆下来 真的如果你用吸血石的支架 你直接拔下来 充完以后再给它吸回去也可以 都用不了几秒钟时间 像这个摄像头它是感应的 如果下面没东西动 它是不会拍的 如果有人走过去 或者有猫走过去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所以说你也不会占用太多的内存 拍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具体的设定在手机软件里都有 甚至可以设置几个 你需要监测的范围 撇开你不需要监测的范围 这样它就不会浪费内存 不会浪费电来拍你不需要的东西 或者你可以设置你在家不在家 需不需要警报 警报的音量等等 现在新的电子产品 软件就会比以前用起来方便很多 而且现在用了这么多 我也不卡 对我来说就非常满意 就不需要等它进度条转半天 打开就可以看了 除了软件不卡的问题 帮我解决了以外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视频的效果 这里我使用了两天的同一时间 来直观的给画面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现在房子的阴影 在同一位置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 新摄像头的视野大了很多 原本摄像头的视野范围 可能只有新摄像头的一半 我前院的左边一半 包括街上的情况 旧的那个摄像头是完全拍不到的 另外就是高对比度的处理 由于外面太阳非常大 所以阴影下面一些细节 也能感觉新的摄像头拍了更清晰一些 再看一下晚上的情况 和白天也非常类似 高对比度的地方处理非常好 具体可以看到相同的逆光情况 新摄像头就会把周围的细节处理得更好 包括后面比较暗的街景 这边新摄像头也可以拍出更多的细节 总体的分辨率和画质差的不是太多 而且摄影方面我也不是太专业 懂的朋友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新的摄像头画质上算不算一个提升 不过就我自己而言 我感觉光视角大了不少这一点 就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 除了今天安装的这四个监控摄像头以外 我在房子里里外外还有好几个摄像头 这样不管我在不在家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家里的一切情况 假设哪里的水管爆了在漏水 或者假设哪里有火灾的风险 就算我不在家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可以及时报警处理 以防止更严重的损失 当然对我来说 我还可以随时掌握 我猫又躲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 另外摄像头有时候还可以捕捉到 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另外这样的摄像头装在这边 就算有人把它直接拉走 拔走了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画面都会存在你的主机那边 不会像插内存卡的摄像头 你给人家拿走了 你就没有东西了 像我这边装在屋檐下面非常合适 就算人家用梯子爬上来 给他摘走 最后把他摘下来的脸 甚至他拿着跑的时候 只要摄像头依然连得到WiFi 所有的画面都会保存下来 感觉这也是这个摄像头的一个优势 反观我室内用的摄像头 就是装内存卡的 因为我主要是拍猫用的 也不是防盗用的 这种装内存卡的摄像头 很明显如果有人闯入把它拿走 你所有的资料也就掉了 东西都装完了 像这种说明书或者包装盒上 可能有序列号 你不要把这个直接丢掉 最好把盒子留着 或者你把序列号抄下来 因为万一以后要用到保修 或者出现问题怎么样 你需要序列号 你才可以保修 所以一定不要忘了 另外不要忘记在门口 可以贴上摄像头里给的贴纸 这样人家就知道 你的房子有摄像头 当他看到这张纸的时候 他的人脸已经很清晰的拍下来了 那好 这就是如何在家安装 这样的监控摄像头 现在新款摄像头 不用插电 不用走线 电池可以用一年 所以安装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每个人在家都可以自己完成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